好,大家晚上好,我是郭爱秀才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对下周的行情展望 机会与风险点评 首先呢,在上周五的时间 其实市场已经有所资金进攻的方向 进攻的方向的话呢 主要体现在像能源车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的话呢 以智能驾驶作为主导 然后的话呢,像锂电池 包括呢,像燃料电池 轻能 这一块的话呢,也是前面 有所 体现,就是有所资金 有所试探 而数字货币的话呢,对应的像数字货币 包括呢,对应的像 IT 好,再包括的话呢,像 资产权等等 那么更测重的话呢 不管是能源质也好,还是数字货币也好 更多的体现的是一些 天向于小而美 或者天向于底位,底价 好,那么像酿酒周期的话呢 其实作为一个轮动的一个方向 酿酒板块而言 咱们稍后呢,再看到指数 人的风险,核心的风险在于 后面呢,依然考验资金接力 任何行情能不能持续取决于有没有持续性的资金进行流入 关注 进攻 如果说资金不能持续,行情不能持续 好,那么呢 从技术表达方面来讲,就是防范的冲高回落 那么咱们先从指数的一个维度来去看 那么像我们的上证指数而言对应的 好,那么上证指数的话呢 对应的它是处于从3731.69以来 大的方向的话是属于趋势线破位之后的反抽 反抽的过程当中走的这样的一个盘整的走法 好,这是大的一个方向 我们要认准它属于趋势线破位,破位之后的反抽 反抽的话呢 组件的这样的一个盘整的走法 好,那么大的一个方向从量的上面来讲 它还属于这样的一个整体而言缩量 好,然后呢MICD呢 它在零轴下方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环境 那么我们再来看局部 局部的话呢 从3731.69 它对应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它讲的一个观察视角 从3000,跌到3328.31 跌到这个位置呢 咱们前面给它一个观察点 在于首先把低点和低点相连 那么在上周试的时间呢 就给它讲到 它首先呢先考验 这个支撑能不能撑住 撑得住的话呢 和向上 那么它延续的是这样的一个震荡 那么震荡对应的话呢 从更大的一个维度来讲 它依然没有改变大方向的这样的一个酸量的状态 所以说呢 后面观察的是量能不能持续方大 如果说量能持续方大的话呢 量能改变了 那么行情才值得预期 好 其次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从3731 用残略那个视角表达的话呢 当前依然是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30分钟日线的比30分钟级别的中枢 30分钟级别中枢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推演方式 当前的话呢 我们来看 好 可以呢 用残略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可以用最小级别 例如说呢 用最简单的 我讲讲起 那么呢 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 好 顶分 好 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底分 日线级别的底分 好 这个位置呢 作为日线级别的底分形 好 那么呢 这个位置呢 作为日线级别的顶分形 那么呢 在日线级别底分形 成立过之后 后面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最小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态参考 就那下周的时间 只要说呢 它向下不跌破这样的一个底分 所形成的冲合区域 那么呢 是期待 它能不能向上走出一笔上 好 那么反之 一旦呢 形成日线的顶分 那么呢 不能 短期呢 不能快速的再突破 这顶分所形成的冲合区域 那么防范呢 是向下的一笔 好 那么顶分和底分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到过顶分 是属于中间一根开线的高点和低点 是相邻 开线的 连续三根开线 相邻两根的 最高 好 不管是低点 是低点的最高 高点的是高点的最高 那么反过来的话呢 对应的 底分 它是呢 向中间一根开线的 最高点 是相邻三根开线的 低点 中间一根开线的最低点呢 是相邻三根开线的低点 那么形成底分 那么顶分底分形成过之后呢 我们用它的一个冲合区域 来作为一个 最简化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与压力 如果底分形成过之后呢 后面它只要说不管是冲高也好 震荡也好不破 那么呢我们可以期待它能不能向上走出一笔上 当顶分形成之后呢 如果说不能向上突破这样的一个区域 那么防范的是线下走出新的一笔下 等待一个新的底分形成 好 这是从残论的一个维度 顶分底分的维度去看 那么我们再用更小级别 更小级别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反弹周五的时间是有放量的 周五时间放量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应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其实是3495.91以来 它走的是一分钟判断下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一分钟的线段上 还没有过成中枢 一分钟线段上的话呢 它直接突破了上方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上方的一分钟中枢 那么它的反弹力度其实还算是可以 反弹力度可以过之后呢 那么防范的是还向上 就在这个节点的话呢 向上 勾住一个一分钟 中枢平台之后呢 再往上走 离开段 组建一个新的一分钟攀整上涨 攀整上涨走完 那么呢 到时候再去考察量能能不能跟上 例如说呢 再向上离开段的时候 它的一个量能和前面相比 以及呢 力度是否有倍值 然后呢量能能否跟上 如果说力度呢 走得更强 量能能跟上 那么呢 还可以期待 它给出了一分钟的三买 然后能不能发生 从盘整上发展成为趋势上 所以说呢 个人认为呢 那么当前下周的时间还是有 冲高的可能性的 但是冲高过之后 那么在日线的一个维度上面来讲呢 考察上一个顶分 这样的压力去因 通时呢 防范呢 是如果说量能没有跟上的话呢 那么冲高之后 后面呢 再转为下跌 好 这是大的一个节奏点 就所以说呢 从此说的一个表达上面来讲 那么呢 可以先期待 日线而言 看看它能不能形成 相伤的一笔 一分钟的话呢 形成相伤的一盘整上 盘整的走完过之后呢 例如说像潜高 这几点的话呢 承压 看它能不能突破 已经的量能能不能方大 能不能突破前面 这样的一个量能 好 如果说呢 相似上反弹的过程当中 量能没有持续的方大 而是呈现一个缩减的一种状态 或说呢 放大方量之后呢 再缩量 那么防范呢 是从高过之后 再出现这样的一个回次 回次的话呢 一先考验下方的这样的一个 最小级别的趋势之声 其次的话呢 还要防范的是 30分钟中速延伸 再现下走离开段 好 这是属于风险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那么对应了像 周五的时间对应的 例如说呢 那从行业 从概念板块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看涨停分布 涨停分布里面 比如像统英能源车 华为无人驾驶 像无人驾驶也好 包括呢 像能源车 以及呢 像锂电池 燃料电池 这些方向呢 其实都可以把它作为整个 能源车的一个 产业链去看 包括呢 像汽车电子 好 那么像这些方向的话呢 对应了 它是有明显的资金放大的 不管是能源车也好 像华为的话呢 对应的 它也是有这样 进行的 有这样的量能的一个体现 好 无人驾驶 也是有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量能的方大 好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环境里面的话呢 其实核心的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这样去划分 第一个的话呢 例如说像汽车内 例如像燃料电池 也是有这样的量能体现 例如说呢 我们可以把整个 像新能源车 能源车的话呢 重点不在于像前面的 像什么比亚迪宁德时代 阳光电源等等 而是呢 以 无人驾驶 包括了燃料电池 轻能源 汽车电子 就是把这些什么 把这些近期处于调整充分的 或者说呢 处于底位超低反弹的 结合业绩 提振 以这一类的个股的话呢 作为一个新的观察点 去看 那么呢 它可能会存在反复的一个 机会点 而收入货币的话呢 例如说像收入货币也好 区块链也好 包括呢 像IT 包括呢 对应的 像华为相结合的 以及的话呢 像一些底位的科技 包括呢 像元器件 这一块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嗯 求求版的作用来讲 看看资金 因为呢 像收入货币前面呢 它已经有过这样的资金的试探 至于是酿酒周期的话呢 我们来看 好 咱们再来看一下 像数字货币板块指数 数字货币板块指数呢 因为它有这样的资金 那么重点体现的是 如果说 在网上 放量之后呢 一旦进入缩量 他们这个方向的可能 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 阶段性的 退潮 或者回落 如果说主要是量的能够保持 那么机会就能够保持 同时的话呢 例如像IT 设备方向的 它整体来讲的话呢 它的一个量能 是有所改善的 价格还没有上涨 整个IT方向的话呢 对应的我们来看 它是属于呢 价格并没有明显的上涨 但是量能也有所改善了 所以说呢 它又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收敛三角形 下跌结构呢 破坏 但是呢 上涨结构还没有形成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量能是有所体现的 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讲 是值得跟踪和观察的 好 那么像IT里面 好 对应的 个股 不管是预营股份 还是广电运通 微创电子 它实际上是有一部分个股的话呢 已经有所体现 但是更多的话呢 还是吃重于像底部 就是超跌反弹也好 或者是底部轮动也好 补涨也好 它是有这样哪个资金的一个公正的 所以说呢 既然说资金 选择往什么方向去留 或者是去进攻 那么呢 我们的追利应该在什么地方 好 那么像酿酒周期这一块的话呢 酿酒板块 我们来看 酿酒板块的话呢 其实个人的一个观察点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属于在支撑附近 进气的话呢 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关注的 因为它是从 酿整个酿酒板块的 调整到144年均线支撑 然后呢 或者反弹 反弹一波过程的 再进回落 回落的话呢 像周五的时间 它的量呢 方大的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对于这个板块指数来讲的话呢 更多的不在于 不在于说 不要 就是不需要期待它的行情有多好 但是呢 它可能会存在一些轮动 什么轮动呢 例如说 像酿酒板块指数的话呢 例如说 反弹一下之后呢 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复 再度考验这样的支撑线 然后的话呢 当整个指数列出呢 当体材退潮 然后呢 像酿酒板块也好 或者说是像 对应的周期板块 它可能会时不时的出来 吻一下指数 那么可能会存在轮动的一个机会里 而且像酿酒板块里面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个股 那么在上周五的时间 也出现了几家涨停 像老白该酒也好 那么它也是属于 调整到144年均线的位置 或者支撑 有的呢 是属于像会计三 它也是呢 144年均线的位置反复震荡 那么它又有这样的一个业绩的提振 好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对应了 它其实 它的一个方向已经变了 变的是什么 调整的比较充分 出现这样的一个 朝铁反弹 或者是底部轮动 例如像轻轻磕酒 它就属于呢 前面25跌到12 经济妖展 那么呢 现在已经出现的是两年版 好 例如像水景房 它的话呢 也是属于 就属于这样的一个 内部的轮动快创新高了 所以说呢 像这个方向的话呢 我们就是一 不建议追高 二的话呢 像对于前面大炒过的 然后呢 历史积累的涨幅还比较大的 不建议去把握 但是呢 它可能会存在板块轮动的一个方向 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到 它就像周期方向的话呢 例如说像 车重点的话呢 例如说像 钢铁煤炭 有色稀土 这个方向呢 它是前面是有这样的轮动的 当前的话呢 也只是像稀土 它可能是偏弱一点 因为有色板块的话呢 它前面轮动过两天 那么调整下来过之后呢 跟随像户漆 像户童户铝的一个移动 它可能也会有反复 调整下来之后呢 可能还会有反弹 那么反弹上去之后呢 还会有调整 它可能是这样的生荡的方式 稀土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话呢 整体表达来讲还是偏弱 但是考验的是趋势支撑线 好 那么像钢铁板块呢 前面已经走强 当前的话呢 是有个退潮 因为量能在衰减 然后龙头个股的话呢 像 安阳钢铁也好 重新钢铁也好 已经出现高位的 这样哪个 有资金出逃的一个迹象 好 那么像煤炭板块指数的话呢 对应的 它是属于有这种突破的一个架势 因为它已经创了极端性新高嘛 创了极端性新高的话呢 那么量能而言 它整体的量能还在 后面呢 看它量能不能持续 好 所以说呢 那么呢 可以把 像能源车 收入货币 收入货币呢 只是一个代表 那么像IT也好 包括呢 像电子支付 区块链也好 包括呢 像华为 以及呢 像元器件都可以 只要说是底位 底价 然后呢 有资金呢 这样哪个关注 不管是一级提振也好 还是属于超低反弹也好 那么这都属于 主要的 当前资金在长测的方向 量酒周期呢 它可能会存在轮动的一个需要 需要吧 至于它叹中和方向的话呢 那么可能 它的机会呢 有但是呢 跟之前想比 它已经在不断的在减少 因为呢 整个碳中和方向 它的量能是呈现 整体来讲是萎缩的 好 不管是反弹也好 还是说属于 我们来看 大的方向来讲的话呢 它是属于持续的 在这样的反复的过程当中 量能在不断的衰竭 核电核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可能像核电核能 方向的话呢 可能还会多反复一下 但是整体来讲 它属于量能在 缩减的比较快 比较明显 所以说呢 这个方向 它还是退潮阶段 那么呢 可能有 即便呢 有个别的 呃 机会 要么是反爆 要么是属于 呃 个别 底位轮动 时不时的呢 会有资金关注一下 但是它已经处在 不能作为一个核心的主要方向了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给大家讲的内容 呃 希望呢 对大家会有所帮助和启发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再见